第29题 四支相同材质的实心铜棒 截面分别为正三角形及正方形 铜棒各边的边长如附图所示 若分别将这四支遵守欧姆定律的铜棒 前后两端接通相同的电源 则下列各棒所测得的电阻值何者最大 这在考我们电阻的边因 在相同的材质之下 电阻的大小跟长度长征正比 长度越长电阻越大 跟截面积层反比 面积越大电阻越小 所以要找电阻比较大的 就要找面积比较小的跟长度比较长的 我们是正三角形跟正方形 所以在同样的边长之下 三角形的面积会比正方形小 所以甲跟乙这两个的面积都会比丙跟丁小 所以电阻会比较大 而我们的甲有十公分 已只有五公分长 所以知道甲的电阻会比以来的大 所以甲的电阻最大 所以二九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各棒所测得电阻值何者最大 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棒 下期吧 下期五公分长